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为回应 并威胁也将使用平油弹还击 双方剑拔弩张 核冲突一触即发 在核冲突久拖不绝 陷入消耗战之际 西方沉不住气 开始用激进手段 让乌克兰获得战场优势 这会否激怒俄罗斯 导致核冲突的爆发 普京对平油弹的反应 恼羞成怒大动干活 除了放射性的风险 他真正担忧的又是什么呢 好 今天晚上 凤凰全球连线伦敦现场 由凤凰卫视驻英国记者曹杰 带来英国军事援助乌克兰的最新消息 在战场胜负与遗留万年的 反射性风险之间 乌克兰到底会作何抉择 北京现场 由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欧洲研究所所长崔弘健 和北京直播间 请到军事问题专家白孟成 一同深入分析 好 首先来看李亦帆的追踪报道 3月25日 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 将在位于欧洲大门的白俄罗斯境内 部署战术核武器 并预计于7月1日前 在白俄完成核武储存设施的建设 这是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 俄罗斯首次在国外部署这类武器 俄罗斯首次在国内 也设计了 不过 普京也表示 这项决定并不约着把核武器的控制权交与白俄 他又强调 俄罗斯目前已在白俄部署的石架 可以搭载核武器的战略 不过 普京也表示 这项决定并不约着把核武器的控制权交与白俄 他又强调 俄罗斯目前已在白俄部署的石架 可以搭载核武器的战机 而白俄方面也已获得一批可发射核武的 伊斯坎德尔战术导弹系统 普京此番重大战略调整 无以引起美西方的集体反弹 乌克兰外交部已要求联合国安理会 召开紧急会议 以阻止普京的核勒索 北约也直批 普京发表的核武论调危险且不负责任 而所提到的北约核共享仪式 则完全是误导 欧盟还警告 一旦白俄接纳俄核武 就可能面临进一步制裁 然而美国的反应却颇为谨慎 美国虽然谴责俄罗斯 但称目前并没有调整自身战略和态势 而普京则坚定表示 这是针对英国援助乌克兰平油弹 俄方以牙还牙自语的强硬反制 英国国防部日前证实 英国将向乌克兰提供的 《挑战者2》主战坦克配套弹药中 包括含有平油的穿甲弹 虽未被列入核武 但因其具有化学毒性 且有可能对平民和军人造成潜在毒害 而受到巨大争议 尽管英国强调平油弹是常规弹药 只是名字中包含油字 但此举还是招致多方批评 直此敏感之际 乌东重镇巴赫木特的基站 也达到高潮 并在27号进入决定性阶段 另一边 北约部队27号也在罗马尼亚东部 靠近乌克兰边境的地区 举行军事演集 演集地点于乌克兰奥德萨地区接壤 普京为何对基辅 可能获得平油弹大动肝火 除了在白俄部署核武 俄还有哪些反制策略 世界核紧张局势加剧 国际社会要如何应对 以牙还牙 好 在这个后真相时代 我们有权对每一项事实 都保持一个质疑 所以到底平油弹是常规武器 还是真的有放射性危险 那俄罗斯在白俄罗斯部署 战术核武器 这个事又有多严重 背后的来龙去脉是什么 接下来会如何发展 好 今天请出国防嘉宾和记者 来做深入的分析 首先来看一看英国这次 跳得确实很高 主动向乌克兰提供了 在国际上具有争议的平油弹 那到底这个平油弹提供了之后 现在英国社会引发怎样的讨论 曹姐 是的 杨书 那从英国官方宣布 将会给乌克兰提供平油弹 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几天的时间 其实这个话题在英国社会 目前并不是非常火 原有两个 一方面从政府到当地的主流 美企业愿意谈论 或者愿意深挖这个话题 利弊的空间 现在并不大 而且愿意参与的人也非常少 因为从一开始 英国官方以外交大臣 克莱福利为代表的 政府高级别官员 在这个问题上 就一直坚持英方的态度 那就是英方认为 从联合国到维也纳的宪章条约 这些明细的条款当中都没有提到 平油弹被认为是在战场上是违法的 这个不合法的使用的武器 即便是对于平油弹 目前它作为它的属性 那它是从核发展过程当中 从核燃料中提出来的一个副产品 从这个角度来看 英方虽然没有办法回避它的放射性 但是英国的政府一直在强调 它的危害性是有限的 所以对于这个问题 英国官方始终是在强调 目前的国际条约对于平油弹的属性 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改变自己的立场 另外一方面 就是对于英国政府 英国的军方究竟能给乌克兰 提供哪些武器装备 这个问题其实也是英国政府 现在比较尴尬的 因为设想一下 如果不提供平油弹给乌克兰 英国还会给乌克兰什么武器呢 其实这个问题 其实讨论的空间要更大 英国媒体呢 这段时间也讨论这个话题呢 会相对要多一些 为什么 因为英国的这个军费开支 其实在过去的20年呢 一直都没有显著的上升 那主要问题还是 国内的经济的压力导致的 经历了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之后 其实到目前经济 仍然是属于一个下行的态势 所以英国的国防部 一直在敦促英国政府 财政部能够追加预算 但是刚刚过去的春季预算 按照我们看到呢 其实财政部并没有拿到 它想要的这个数字 美国之前呢 也曾经高调地敦促英国政府 应该每年给英国 增加30亿英镑的预算 但是英国财政部说 那是不可能做到的 所以对于这个问题呢 其实也牵连到 平油弹的使用问题 和英方呢 向乌克兰提供 提供平油弹的问题 那就是如果不提供 这样子的平油弹 那英国又能给乌克兰提供什么呢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 我们也尝试了和英国 当地的一些研究 这个核放射 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以及环境保护的专家联系 但非常奇怪 只要谈到对于英国政府 如果打算向乌克兰方面提供 平油弹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当地的无论是国防领域的专家 还是研究放射性的领域的专家呢 现在呢都不愿意接受我们的访问 原因呢也没有做做解释 所以这个问题呢 就显得非常的蹊跷 所以我们猜测呢 也是和现在英国政府的这种态度 还有对于平油弹属性的定义呢 存在争议呢有直接的关系 好 这个英国专家越是三肩齐口 越是引发了媒体的兴趣 来 今天我们请出 军事问题专家白孟成来聊一聊 这个平油弹的争议啊 之所以引发大家的关注 一个是讨论它的军事价值 和对俄罗斯坦克造成的威慑力 有多强 第一解释一下 第二我想问您是 英国现在对于它的这个放射性风险 还有要不要禁用的问题 是比较淡化或者三肩齐口的 我想问你的是 在你看来 平油弹它只是一个常规的反坦克武器 还是说它真的是具有 遗留万年的放射性风险 你会怎么评估 首先呢我们说平油弹出现的背景 是西方在三代坦克 研制的过程中发现 这个当时还是苏联 苏联的坦克装甲的 这个防御能力 已经超过当时西方 主要弹药的打击能力 那么西方呢 就要追求新的这个材质 去设计它的这个动能穿甲弹 那么当时呢 西方选择了两个可能 一个是平油 另外一个就是污 但是我们说污的全世界主要的产能 集中在中国 而且每年可能只有1.7万吨产量 而油呢 它的产量全世界大概能到6万吨 那么西方呢 这个平油的获取量 其实相对要容易 那么最后西方 是基于成本的考虑 选择了平油 作为一个动能穿甲弹的主要弹心 所以呢应该说西方 美英呢 在20毫米到120毫米的弹药里面 都有平油穿甲弹的相关的设计 那么这个我们说 所以说它从军事上来讲 是一种低成本的获取足够杀伤能力的这样一种选择 那么因为它属于动能弹 而不是说像通常的燃烧弹或者是毒气弹 所以我们说在现有的这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相关规则里面 它也不会被视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我们说这个是一个大的前提 第二呢就是对于英国来讲 那么它选择平油弹 实际上我们说是对环境是有真正影响的 为什么英国国内对这个相关问题谈的很少 是因为从1991年海湾战争开始 美英在伊拉克 在南联盟 在这个叙利亚 都大量的使用过平油弹 你比如海湾战争大概可能发射了350吨的平油 那么给当地造成了到现在为止 也没办法彻底解决的环境污染问题 因为这个平油呢它有两个很特殊的性质 一个是叫自锐性 就是它在这个命中之后会迅速的碎裂 另外一个呢就是易燃性 它可以很容易的燃烧 把这种核放射性的物质的散发到大气里面 那么这两个特点呢就使得平油在这个军事里面 它的这个功能应该来说相对来讲比较残忍 而且呢杀伤效果确实比较理想 但同时呢它的遗留问题又很难解决 但是我们说实际上英国国内在03年的这个伊拉克战争之后 我们说也对平油弹使用给本国人民带来的影响 进行过研究 但是英国政府呢一直是采用了一种 这种我们说掩盖的方式 这个也是为什么英国国内不愿意谈这个问题的原因 好 谢谢 来比营现场马上请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健 我们看到俄罗斯对这个平油弹的问题 这次反应非常的激烈 认为是西方导致了局势的升级 所以俄罗斯宣布了一个反制措施 将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和武器 我们想问的是在你看来 为什么俄罗斯这次对平油弹的问题反应这么大 它真正大动干戈的原因是什么 我想这次俄方的反应 除了刚才孟臣提到的 这个英国方面的提供平油穿甲弹 的确它会对这个俄乌冲突的一些形式呢 产生影响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对英国来说 它这次提供的挑战者二这个主弹坦克 应该说它的火力呢有先天不足 所以为了弥补它这个不足呢 英国方面呢 也是为了确保啊这个它提供的这个战场的存活力高 而且能够对俄方呢起到更大的一个杀伤的效果 所以呢就会做出了提供平油穿甲弹的这样一个决定 这样一来的话就带来一个问题 就是有可能啊这个一旦英国方面使用了这个平油穿甲弹以后啊 会导致其他的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跟进 因为我们知道美国要提供给乌克兰的这个埃博拉姆斯 它本身呢有装备的这个平油的护甲 换句话说它本身在防御方面呢 就应该说要强于目前俄罗斯大多数的坦克 所以这样一来有可能会在战场上啊 形成啊如果是在坦克作战方面 可能对俄军呢造成一些更大的压力 另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到这次核方呢 我觉得他是比较巧妙的利用了这个平油穿甲弹这个事情啊 来为他下一步的这个部署 尤其是对这个战术核武器的部署呢 找到一个合理的理由 我们注意到普京总统啊在表态的时候啊 应该说是刻意避免的使用平油穿甲弹这个词 而是用了具有核元素的武器 我们知道这样一来的话就比平油穿甲弹呢 直接和这个核武器呢进行了发布 这样的话尽管俄方呢 一开始说要做对等的反应 那我们看到在英国方面提供平油穿甲弹的情况下 俄罗斯在白俄罗斯部署这个战术核武器 显然这个反应呢不是对等的 而是一个更高层面的一个反应 当然我想接下来可能这也意味着啊 这个俄方啊在目前的这个战术情况下 尽管之前呢 这个其他的一些俄方人士不断地提到这个战术核武器 但是呢似乎呢一直只是陷于口头 当然这一次呢我觉得俄方呢有了一个比较充分的理由 就是可以把它的在战术核武器方面 对西方可能产生的威慑呢 可以落到实处 我们是在白俄罗斯 好所以崔所长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观点啊 孟诚不知道你是否同意 就是在他看来 平油弹问题只是一个借口 俄罗斯真正的目的是希望借此实现在 白俄罗斯的一个战术核武器的部署 平油弹并没有西方 并没有俄罗斯说的这么严重或者糟糕 对因为我说从材质上来讲 那普京的说法是准确的 因为我们说平油在1980年的这个 核材料实地保护条约里面属于二类核材料 所以把它描述为带有核材料的弹药 这个我觉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从军事上来讲 俄罗斯的动作呢 更多的还是为对冲北约的核共享 也就是现在我们说美国在北约的五个国家 土耳其 荷兰 比利时 德国跟意大利 大概装备了200枚左右的战术核武器 那么怎么样去平衡这种对俄罗斯的直接的核威慑 那么这个我可能觉得才是这一次 俄罗斯方面在白俄罗斯部署相关弹药的 一个主要的考虑 明白 那聪明健老师怎么看呢 就是美国现在说 它在欧洲的这个核战略部署没有调整 但是背后我们看到 北约在相关地区 包括之前你也谈到 美国和波兰之间也可能实现一个核共享 这个对俄罗斯可能会造成怎样的一个影响 对地区局势又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我们现在看到实际上这一系列的动向 仍然是乌克兰危机外溢的一个表现 我们知道实际上现在对俄罗斯来说 它面临着两线作战 一个就是在地面战场 这个和乌克兰之间的热战形式 还有一个就是在外线 也就是在乌克兰在俄罗斯周边和北约进行的 这个全方位的博弈 除了我们看到现在北约的实质性的增强 在欧洲的部署之外 现在关于核的问题 现在实际上再一次摆到了这个北约 包括欧洲的这个桌面上 我们看到之前在去年的时候 这个美国和波兰曾经公开讨论 要把这个孟诚刚才说的 美国现在在欧洲所谓的这个核保产 要从原来集中在西欧地区 要进一步延伸到中欧地区 我们照这样一眼的话 对俄罗斯来说 它的这个核威胁 它就会进一步增大 而且又加上看到瑞典和芬兰 两个北欧国家 如果未来加入北约的话 不排除今后北约也可能会把 北欧方向作为一个 向俄罗斯周边进行核武器部署的 这样一个重点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觉得尽管美国方面表态说 它的整个核战的态势没有发生变化 但我想这个主要的考虑是 美国不愿意在这个地上 承担更多的道义责任 因为我们知道在俄罗斯做出 在俄罗斯部署战属核武器以后 如果美国紧接着跟进 要做出新的一些表态 比如说把他的核武器 向中东欧地区部署的话 那毫无疑问 这个局势会集体的恶化 而且核安全风险会急剧上升 这样一来的话 我想应该说国际社会更多的指责 会指向美国 所以在目前情况下 我想美国是嘴上不说 但是它接下来还会有后续的动作 好 这么听起来 就是之前一直被大家似乎遗忘的 这个核冲突的问题 现在一下子又回到了舆论的中心 这是不是真的会有这样的一个风险 俄罗斯下一步会怎么借这些局势 来进一步扩大为自己赢得优势 我们稍后再说 我们先来看看英国这次跳得确实很高 来继续连线的是英国记者曹杰 因为我们看到英国本来自身麻烦很多 但是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 一直不遗余力 又是挑战着二坦克 然后现在又是平游弹 对于这一系列激进的动作 不知道普通的英国老百姓是怎么看的 是否支持英国的做法 是的 杨树 正如我们刚才所说 其实平游弹的话题 对比于其他的话题来说 英国人觉得这个话题离自己还是挺远的 因为眼下的英国的经济 其实我们这段时间一直在说 在做报道 就是英国的经济下行压力还是很大 通货膨胀 以及劳资双方的关系 仍然非常的紧张 整个社会还是处在一个紧绷的状态 而且距离英国的大选越来越近 所以英国的超越政党 现在也在更多地投身于解决国内的问题 但是俄污问题好像是个例外 因为现在好像无论是英国的执政保守党 还是在野的反对党工党 都不愿意放弃在这个问题上 自己的表态权 在这个问题上 英国的超越政党现在的态度 确实出奇的一致 就是认为在俄污战场上 一定要全力地继续支持乌克兰 让它获得它最想达到的这个目的 作为这个欧洲的重要的盟国 英国在过去的一两年时间里 对乌克兰的援助 一方面是它的军事和财政援助 这个花了纳税人不少的钱 动辄就是将近过 就是过亿英镑的这个数字 那另外一方面 就是英国一直在潜心地帮助乌克兰 打造自己的更加现代化的军队 那从这个英国 在乌克兰危机刚刚出现的时候 其实又已经在帮乌克兰 培训它的海军力量 那在最近一两年 在英格兰的本土 在索尔兹伯里平原 我们之前也去过 英国一直在帮助乌克兰 培训更多的军人 原计划是一年培训两万名 乌克兰成年男子 熟练地使用基本的武器 甚至成为初级的指挥官 那这个计划 在过去一年落实之后 现在这个人数正在不断地上升 包括英国首相苏纳克 还有英国反对党的共同领袖 斯塔莫都曾经积极地前往 培训基地视察 甚至英国的王室成员 也被安排视察 这都表示出英国政界主流社会 似乎对这件事情的态度 是非常一致的 但其实如果你要去问一问 英国当地老百姓 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 其实大家的看法 是非常地不一致的 很多人都希望这场战争 无论是谁赢谁输 就是希望能够尽快地结束 否则的话 对于英国影响 对于英国民生的影响 除了能源供应的问题 还有局势不稳定带来的市场波动 这些问题英国民众老百姓 都认为对自己生活影响是挺大的 都不想被动地卷入这场战争 好 谢谢曹杰 好 我们看到 就在俄乌双方的威胁 使用平油弹 然后会将战事升级 接下来到底形势会如何发展 我们下期回来分析一会见 好 继续就俄乌战场的形势 下一步的发展 来请教两位专家 请出的是北京现场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健 崔洪早 虽然您刚刚提到了 就是这个平油弹的问题 和俄罗斯在白俄罗斯 部署战术核武器 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 俄罗斯是充分利用了这个事 达到了它真正的战略目的 但是回到战场上 如果乌克兰 它真的使用平油弹了 因为它穿甲能力很强 一旦击中了俄方的目标 可能会撤毁人亡 俄罗斯也威胁 也会使用这个平油弹 那双方的这种以牙还牙 您认为接下来 对战场的形势 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俄罗斯下一步 还有什么以牙还牙的措施 我们值得关注 我们看到如果双方都开始 以这个平油穿甲弹 为主要的武器 来进行这个坦克方面的作战的话 的确我想这个一定程度上 会导致这个冲突 它的劣度会进一步上升 因为刚才我们也讨论过 平油穿甲弹 它具有这个杀伤性强 而且它破坏范围大的 这样一个特点 换句话说 如果这个俄罗斯方面 如果没有这个更好的准备的话 可能在尽管我们看到 在坦克方面 俄罗斯的数量是占优势的 但是这个乌克兰方面 无论现阶段西方能给到它 多少这个主战坦克 因为数量都是有限的 而且后续的供应实际上很成问题 所以英国方面提供这个 这个所谓平油穿甲弹 它一定程度上留着想扭转 乌军的未来在地面战场上的 这个不利的这个形式 一定程度上的形成和 俄罗斯方面在数量上的 一个相对的平衡 但我想这样一来 因为现在这个实际上 平和穿甲弹这个事情 已经扩散了 我们看到已经在这个扩散到了 上升到了战术核武器层面 所以接下来双方 就看双方有没有意愿 能够管控目前这个情况 至少现在从美国方面来说 口头上美国没有主动 升级态势的这个打算 但是如果说随着战场形势 进入一个胶着状态 尤其是如果这个地面作战 涉及到坦克方面作战 如果出现一些 新的失衡的状况的话 不排除 比如说现在俄罗斯 已经部署出现了战术核武器 有可能会进入一个临界状态 那这样背景下 美国现在的近期的一些动作 比如说派出比尔布什尔战略轰炸机 抵击俄罗斯 包括和英国一道 继续加强对乌克兰的援助 甚至给英国 给这个乌克兰提供战斗机 这样的一些动向 可能就会左右乌克兰危机的手下 好 莱孟承 我们一直说 就是过去俄罗斯威胁 这个核大战一处即发 可能就是说说一下唬下唬 但是现在随着 平鸥蛋的风波不断的发酵 好像这个核问题 又回到了舆论的中心 你自己怎么看的 加莱这个事情 还会发酵到什么程度 有哪些值得关注的 我觉得其实对于俄罗斯方面来讲 那么现在要大量的常规力量 要掉落到乌克兰危机的背景之下 它肯定要用更多的用 这个三维一体的核力量 去作为它这个维护自身安全的一种手段 但是我们说既然是维护自身安全 而不是一种进攻状态的话 那么这种核武器呢 还是会在这个我们说威慑的领域 起到一个更大的效果 因为我们讲对于俄罗斯来讲 它七度军区大概有可能 2000件左右的战术核武器 如果把这些装备量出来的话 确实可能对任何的国家 包括我们说整个北约体系 还是有一定的威胁的 但是呢我们是这种 所谓冷战式的手段 对于整个欧洲下一步的这个关系 包括我们说和平和稳定 一定会带来不利的影响 但是呢我们说在乌克兰危机 地面作战的这个 处于胶着的这么一个背景之下 那么双方手里的排越来越少 那么很有可能这个核威慑的手段 会越来越多地成为大家的一个选择 或者说至少是吸引眼球的一种手段 好的 今天非常谢谢两位专家 和祝英国记者 就平油弹风波所引发的一系列 后续影响为我们做的深入观察 谢谢您收看《凤凰全球连线》 明天再见 《凤凰全球连线》 请不吝点赞